影片开始前,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 OK,影片开始,Let's go 所以说现在就是当今生长上台以后 他一些所情的一些政策 其实不仅对社会 包括对于一些学生的这个思想 还是有影响的 那不是一个风化 当然这也是现在的形势 美国中美经济脱钩以后的一些形势 决定的吧 但是其实凭我的政治感觉 我感觉大陆现在不会选择统一台湾 因为它国内的问题太多了 尤其是经济,经济上的问题 现在我们前两年不是提出 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买的 就是出台了各种 不是用来炒的 就出台了各种就是 让房子降价 但是现在这个经济 我们现在又才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 他们又提出就是要稳定房价 稳定房市的一些政策 包括最近几天中国的股市疯涨 刚刚那位人凶它其实卖有点糊 但是我没太听清楚 其实我最近也在买股票了 基本上是傻子都能赚钱 现在 但是我又傻子 好了不会了 反正就是说 现在国内的一些经济等等问题 并不适合现在就立刻统一台湾 我估计是在10年以后 10年以后就要在这两个任期之后 就是它第四个任期和第五个任期 他还有第五个任期啊 你认真 对啊 他肯定会 当天身上 只要他能产气 肯定是没问题了 好 他才夺大 第五个任期就80岁了 怎么可能 第五个任期就 贝尔平活到92岁啊 他在宴席之前 他放弃了权力了 至少没有完全放弃吧 即使交给张志明 是不是九二蓝巡 九二蓝巡 他说蓝巡还不是蓝巡 他为了 因为当时陈云 他们有一点点 就是反向操作 国内的经济发展的不景气 因为经济特学发展的不好 他就几个蓝巡 是 我认为是不会的 到了那个时候 美国 如果和中美的矛盾 如果继续扩大的话 那么台湾很可能 就不是 就是一个很好 美国可能看了很多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特别准 49年的时候 他们看不见 国民党在大陆的价值不肯帮 对苏联人那么帮 是不是就把苏联争打赢了 其实你那时候 49年把军舰开进长江 共产党过什么江 我觉得杜鲁宫不错 包括50年 他又不肯扩大战争 早是 我知道 韩战那时候不愿意扩大 对 反正他不愿意扩大 他不愿意日本参加 不愿意台湾参加 不愿意参加中国本土 他实际上就是在和中国的 200万军内 是不是 当然我不是说 无聊任何价值倾向 直接从这个政治来判断 你那个时候 有什么区别 你说和中国 进行全面战争什么区别 200万人 在那么一个狭小的地带 你美国的这种 现代化武器的封城优势 完全体现不出来 但其实是中美苏 中 潮出三个国家是联合的 苏联当时派了有 9万 有7万空军 最后打掉美国的飞机 就在中国战争和你在朝鲜战争 其实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现在美国依然看不见台湾的价值 我认为他还是看不见台湾的价值 不想付出任何大家去保卫台湾 还想伸手找台湾要钱 要是这样 那你台湾回来好了 让美国失去 第一统统统统统 那我看到时候 日本是因为走向中国还是走向美国 其实日本现在无非就是被美国经济压制的 被美国政治压制的战博 他有军队在冲统 在经济上 日本是被依赖中国还是被依赖美国 我觉得实际上 实际上我觉得日本和中国的结合可能会更好 好 OK 所以我认为 如果美国什么时候能够意识到 中国是真正的威胁 而不停留在宣传上面 那么他就会 解放日本身上的索灭 把日本武装起来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台湾就有真正主力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美国他可能 考虑的是这一点 就是把日本武装起来 强大 就是不受美国控制的日本 可能是中国以外的 中俄以外的第三个威胁对美国来说 就像当年 韩战的时候 苏联把中国武装起来了 但是没过十年中心人决议了 苏联又除了美国以外 又除了中国这么一个阶 其实这个东西就看你想选择要了什么 我认为苏联当年肯定是亏本的 不要想着 韩战之前中国只是一个农业国家 只有一点点清工业 甚至还被蒋介石拉到台湾去了 但是韩战之后 苏联直接给进行了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产业移植 15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 直接在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复盖 然后 斯拉联之后 赫鲁晓夫为了舔毛泽东 为了稳固自己的 在苏联新上台的 新王登基的这样一个 继续给中国追加投资 而且当时连原子弹的模型 都差一点给我们送来 正好是当时 没送来的原因 就是当时你们 第一 不知道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残海危机的时候 当时你们用一个 你们才能用 打下了中共的飞机 用响尾舌存在 就是空对空的一个 打下了中共的飞机 然后我们中共得到了 这个行为舌存在的 这个成统 然后苏联就要求我们 运过去 但是当时毛泽东又 就是有一种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但是迟迟不把这个 打运过去 最后 大概推了一个多月 把这个打运过去 苏联人拆开一看 都已经被拆着乱七八糟 而且当时 而且这个打运上面 有一个红外线制造的盒子 直接是没有了 所以河晓夫很生气 他就想 我们那么提你们 是吧 你们这什么 一会儿联合舰队不让搞 一会儿这个 那个那个电波 电波又不给弄出了 现在我们要这么一个 小小的 前回车总弹的 这个东西 你们都不给 然后所以当时很生气 然后就那个苏联的这个 那个什么 就是他们武装部的 就给他打电话 说这个运责任还送我 我就把赫拉斯库都说 先放在那里不送 然后就发生了 后面的三千个苏联 跟人家全部撤回过 一切的项目停止 而且还要造像我们 比以前 就输入B站了 我们比以前的欠的东西 全部换 大概就是 大概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认为这个苏联是 赔到了 共产党是不会吃亏的 它是一个非 它是 它是近代历史 包括中国历史上 最厉害的一个政治团体 我对中共的这样一个判断 最冷静 最残忍 最精明 所以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暂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就在身上炒到一个便利 所以当时苏联的吃亏了 那么美国现在同样 它面临武装日本 压制中国 还是放弃整个 在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 对中国的优势 我觉得 我觉得 它必须要进行一个选择 而且我倾向于 就是说从美国角度 我倾向于 是武装日本 如果不武装日本 台湾必然会回归中国 那么 进而整个亚太地区 如果中国肯主动地帮 日本解开它身上的政治家族 那么美国也会失去日本 大概我就说这些 所以台湾的 命运其实是在于 能不能够使 亚太地区的战争规模升级 能升级就有机会存活 就像古巴导弹问题 古巴让苏联把它 把导弹放在古巴上 其实当时卡斯特罗 是极力出现这件事情 他的古巴拥和导弹 他这个小国 在大国国益的地位 他就不升起 所以我说的是同样于道理 就是危机也是机遇 你讲的是 其实跟赖兴德 民进党的规划还蛮像的 他也是打这个算盘的 对 我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认为 他们不能跟他口号 要么让美国打核武器 反导系统 在台湾转营 是不是 可以不归我们台湾 你们美国自己使用 对不对 或者旧中华脑系统 我们核武器最好还是不要 核武器来这个就没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 好 OK 我估计美国也不会 海外就这个意思 好 谢谢你 谢谢这个 袁老师 谢谢你分享 下次欢迎你在 那个女朋友不在的时候 来勾引 你讲的就 对不对 敢讲多了 好 谢谢杰克 给我们的机会 谢谢 谢谢 拜拜 好 来 下一位 来 我来谢谢这个YG的斗 你也谢谢张鱼哥 聊一聊未来 NEO与台湾电力系统 你要聊未来 好 来 等一下 给你聊一下未来 好不好 我先接 接这一个 惊喜 现在是工商时间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 我的YouTube频道 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 叫做白金会员 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 加入白金会员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 成为高级成员哦 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 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 哎 你加入就知道了 还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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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加入